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兩個有愛的人 把寂寞當作一種責任 一双不默的眼 藏不住滚烫的灵魂 我多想靠近你 把你的恐惧化作星星 不再计较这世界 公平不公平 像个小孩一样干净 我跟着你 寻出爱的痕迹 每个生命 该爱的忧虑 请让我抱紧你 巨爱的笔案 没有人学习 小小医生 如果能及时做透析 孩子的命是不是就能救回来了 如果能给你 我看不见 你的好生命 你会遇到你 了解 我感谢你 那些是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相信她 爸爸 我说要死了吗 咪咪 我们告诉你真相 是因为知道你懂事 我们不想瞒着你 也是希望你可以勇敢面对 那我就是要死了 淼淼 我不怕死 这样就不疼了 我怕没有办法 不耗不瘡 不太痠 就能够来 咪咪 你怎么得起来 那个中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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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跟踪你啊 这不会是之前我打翻的那个吧 你尝一尝就知道当时是多么的抱天天物了 你这人真记仇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你这人真记忆了 那你真记忆了 再加上一点小运气 也许才会出现奇迹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 做一名医生啊 因为我相信 医学的理性和科学 在医学当中 所有的情感都是没有意义的 医学奇迹它不是产生于 热情或是感性 它一定是产生于 你面对未知识的理性和路径 所以你关注的是疾病本身 你关注的不是患者 因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 我们都注定会失败 对吧 失败的是患者 是医生 但一定不是医学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白医生 我知道 你希望患者可以得到完美的治疗 就比如说余明明这件事情上 你从一开始 就坚决反对告诉他病情的真相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这是没错 那你知道 我为什么想要做一名医生呢 为什么 我记得是上中学的时候 也许说余明 是 如果他能做一条 痛苦的费用 我不能做了 我早就会给他 我闭上了 我患者 我去吧 我患者 他们都会不会 有点 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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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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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呼吸氛围 体温三十七点一 血压上压一百八十五 下压八十二 心率一百二 呼吸三十四 血氧度 在呼吸氧的状态下 是百分之六十多 基本病史知道吗 120的医生说 他之前有病史 是慢性质气管炎 和肺基种 走路的时候有奇迹 准备插管吧 任何的急诊抢救处理呢 都要保证循环 和呼吸系统的 有效工作 不管任何病呢 最终导致死亡的 都是循环和呼吸系统的 衰竭 所以要第一时间 打开呼吸道 拉住血压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老师 徐老师说 让我请您去压想救室 怎么了 有一个呼吸困难的患者 当我们始终找不到病因 今天什么日子呀 您白医生吗 什么情况 一小时前缺诊的患者 四十一岁 呼吸衰竭 120送来的时候已经昏迷 经过抢救之后 血压保护肚一直上不去 呼吸也没有好转 病史呢 患者有慢性质气管炎 肺气肿 平常肺功能就不太好 走路有奇迹 这是新拍的胸篇 两肺气肿 肺本理增加 此外无异常 我听过了 两侧呼吸音都是对称的 怪就怪在这里 呼吸器上应用的潮气量 和吸氧浓度已经很大了 气道阻力也不高 但是动脉血氧分量还是很低 按照常理来说 通气量足够 若低氧血症不能改善 那就说明是肺血管有问题 或者是肺组织本身有问题 但是患者既没有血管阻塞的现象 胸篇也看不到任何 食变或者压缩的情况 我想来想去 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局限性气胸 可能是在背部 背部局限性气胸 所以普通出院发现不了 那一切都说通了 萧嫣厉害 刚才我也说了 你听不见啊 你又没说在背部 神经病 等下帮患者安排一个胸部CT 确诊以后拆一根胸管 好嘞 就该给他点教训 让他知道一山更比一山高 要不他还真当自己是画佗在世 四川那个刀伤患者 刀口愈合怎么样了 愈合得不错 明天就能插线了 拆线也不能放松 避免感染 我会留意的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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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医生 来来来来 医生 患者情况 患者八二组 散布是突发昏迷 初步判断是脑干梗塞 一个组医院首席 咱们也有抗热 红的事 要是把刀传的人 出发构的事 你不能够 你怎么会把刀传的人 你不是想要 你怎么会把刀传的人 还在那儿 你怎么怎么会 医生 你怎么会把刀传的人 你怎么会把刀传的人 你怎么会把刀传的 你怎么会把刀传的人 你怎么会把刀传的人 一比一多无聊啊 比赛总得有个争献恐恐 现在不在二比一吧 加油 我看好你 你真幼稚 医生 他怎么样了 患者呢 是动脉硬化造成的脑干梗塞 幸亏送来了及时 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这个不好说 要看后续的治疗了 您放心 我们已经请了专家进行会诊 您是患者家属吗 我 我是他的同事 我们一起交过书 那可能需要您帮着联系一下 患者的家属 因为后续的治疗 需要家属的签字 老张 他只有一个孙子 他叫张大海 我可以联系一下的 但是我不能保证他能来 他的孙子不在本地吗 不过他 他爷爷都病成这样了 怎么着也应该来看一眼吧 再说了 没有患者家属的签字 后续治疗我们很难进行 我已经通知过他了 他说要来的 可能有什么事给耽误了 再重要的事 也没有老人的命重要呀 您再给他打一个 我跟他说 好 医生他叫张大海 医生他叫张大海 他打电话干什么呀 请问是张贵荣的家属 张大海吗 你是谁呀 这里是同山医院急诊科 张贵荣现在在我们 EICU进行救治 因为后续的病情 很有可能恶化 我们需要跟你商量一下 治疗方案 请你尽快来一趟医院 又想要钱吧 我再说一遍 请您尽快来医院 好好好 你们先治治 马上就来 什么人啊这是 不好意思 他脾气是有点急 你们二位 是不是给我爷爷 看病的医生啊 您好 您是哪位患者的家属 经过我同意了吗 就把老头送到那个 什么EICU 经过我同意了吗 那我明白了 您是张贵荣的孙子呗 请不吝点赞 就要给你 我应该是什么 是张贵荣的孙子 才不吝点赞 我说 如果我们来 有些人 是张贵荣的孙子 是张贵荣的孙子 我来自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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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就好 大孩子 既然您醒了 咱们就来商量一下 您后续的治疗方案吧 好啊 好 张贵荣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 你们要多留意啊 好 张贵荣也太可怜了 怎么他是那么个孙子呀 怎么说话呢你 他本来就是张贵荣的孙子 张贵荣以前是个老师 现在看着人家亲情面呢 怎么会有张大海那样的孙子 是啊 临走之前 都不进门看他爷爷一眼 这样的孙子 真是够不孝的 萧医生肯定又要批评我 说我随意讨论患者的家事 你知道就好 反正如果我有这样的孙子 我肯定把他打包打包 激活性情 你看 不准了 小脸 我那儿还有多少钱 医生说你刚醒过来 身体虚 不让你多说话 没事了 五万有吧 小莲 你不能再给大海钱了 你给他那就是害他 他到医院来闹来 肯定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他能有什么难事 还不是赌钱赌输了 神明他 empire 神明他呀 也好 点好 言误 太心了 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医院 你真当我傻是吧 什么玩意儿 我又出什么事了 他正常家属探望 我们也是拦不住的 赶紧把手里的活干完 过去看看 这海儿来了 啊 夫人啊 我看你 脸色 不好看啊 别提了 一提我就来气 昨晚上巴萨对黄码 人家庄稷让了巴萨半个球 这巴萨我想着 有着梅西坐镇吗 最不计也得踢个平局吧 太不争气了 输了个零米三 把我钱全坑进去了 这这气得我一宿都没睡好 脖子都落枕了都 咋还啊 听爷爷一句话 别赌了 按老话来讲啊 十赌 九输 那就是一个 天不满的无底冬啊 老老头你别咒我啊 我本翻不回来 没钱给你买骨灰盒 我跟你说 大海 你可别这么跟我说话行吗 大海 你爷爷都是为你好 我跟我爷爷说话 你跟外人插什么嘴 你别管了你 你自己病不痒痒了 你还管我 你赶紧给我钱 好 好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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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你给他拿 好 快点 我爷爷都说话了 给他吧 好 好 我给你 我先喜欢咔嚓 好 你可以 我说 揉 我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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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交两万了 你先去交给他 大海 你说老大 你把钱给我 都给你了 是不是 你这就干什么呢 你那个男的抢他两万块钱 那赶紧报警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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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 别报警 阿姨 你没事吧 您喝点水 好 谢谢 谢谢 阿姨 您真不报警啊 我看张贵荣挺名是礼的 怎么让大海那么无耻呀 这都是命啊 老张年轻的时候啊 一门心思想要去当兵 结果 龟齿神差的 他没有当上 他就硬逼着自己的儿子去当了兵 就是大海的爸爸 抗洪就在的时候牺牲了 连人也没找到 大海的妈妈大病了一场 跟着找她的爸爸去 那个时候 大海才两岁 这么小 就没了爸没了妈 张大海的身世倒是挺可怜的 老张 老觉得亏欠他 是他害了他的爸爸妈妈 所以从小对他是百依百顺的 你看啊 这是越宠越不成器 我看你也没那么迫切想为心坏了啊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了 两只眼睛都看出来了 你是跟人较劲比赛上瘾了 还是你有所图啊 听我一句劝啊 去旁边的眼科 给自己刮一号 我还不知道你 我还不知道你 你现在就是跟宵宴比赛 较劲上瘾了 等彻底把人打趴下了 围观群状纷纷鼓掌叫好 你在昂首挺胸 回心外 干活去了 我还满了呗 他感冒了 怕传染没让他来 小脸 小脸 那事儿 那事儿 我都不想让你 你也不知道 我还不想让你 把那刀子 你不想让我 你不想让你 你不想让你 你不想让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七床的护理级别降下了 变成一级 好的 护士长 情况不错 他可能准备改出了 护士长 张贵荣身体衰竭得太快了 刚才我去给他量体温 他想跟我说谢谢 嘴张了半天就能说出来 毕竟岁数在那儿呢 身体器官都已经衰竭了 估计就这两天的事情了 那个张大还好些天明来了吧 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遭报应 早上血糖就开始不稳了 我给他打了胰岛素降糖 降到十字又升上去了 现在是二十七点五 下午开始 他的血压心率持续性下降 血压太低了要补厌 多巴胺联合去甲身上限速收压 好 看着不伤心梗 瞳孔等大等圆 也没有固定 应该可以排除脑膳或脑水肿 血氧饱和肚下降 考虑肺酸色 急查第二具体 肺动脉CTA 好 护士长 还是通知一下别人的家属 好 好 小李 找一下张桂荣的用药记录 好的 要不就别再折腾他了 让他好好的走了吧 这样吧 我们先对患者进行药物溶栓 之后的事情 等张大海来了 你们再商量吧 你们再商量吧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 倒别在心里练几遍 省略了可逃的寒暄 拥抱围抱了想念 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 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 付出最沉的一次爱 自己画的句点 自己画远 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 所有美好 留给你慢慢欣赏 好人别哭 这一生 这一生没辜负 这一生没辜负 我懂 受苦的不是我 而是陪我来的你 就让我先 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 所有美好 所有美好 留给你慢慢欣赏 好人别哭 这一生没辜负 现在我懂 受苦的不是我 而是陪我来的你